歡迎大家繼續收看《要財財經台》 新美嘉賓來自《要財精血》研究部的事務總監郭思智先生 郭老師你好 郭老師快點打電話給你 電話號碼是204-6566 電源地址是ASK at bschannel.com 郭老師有很多人在等著問你問題 先回答了胡小姐的電話 胡小姐 請問一下38002-171 我想問一下還有多少位置 2個1號7買的 可以說什麼時候買的 不是 2個1號6 現在跌1%下來 問郭老師急跌後又抽升上來 但今年有一枝大陰燭 暫時來說都是處於一個深厚技術上的整顧 其實是很理性的投資者 你擺明是短炒 所以不對把我什麼指示 這是對的 態度起碼是對的 我現在給你兩元好嗎 因為早前兩元左右曾經掃增持 一路都沒有跌穿 之後就上去2個3號3 2個3號3也是這一分鐘 你暫時的上網目標 去到2個3號3能否再進一步向上下 這個範圍是下回分解 如果你說有少許反覆 而不對板 因為實際上現在這一分鐘 是在十天線左緊地徘徊 有少許是 微微是穿了 下面也有二十天線 如果是正式來說 拿二十天線來做止蝕 給多一點 給多幾格 不對板跌穿兩元我就止蝕算數了 因為一個星期來的低位是兩元零兩仙 給你參考 目標暫時來說是2個3號3 這是近期的高位 順帶一提 由過三文錢左緊 11月份開始 升到現在這一分鐘 累積的升幅已經成幾十個百分比 所以任何再高追的話 一定要做好風險管理 始終來說大市已經行不少了 這個態度是對的 胡小姐 明白嗎 好 謝謝 OK 多謝電話 再回答一下家庭觀眾的電郵 收到李小姐的電郵問郭Sir 分別有902和1313 先回答902 902已經賣了貨 7元當時買的 他就說現在應該怎樣訂止閘位 還有是否夠持有 目標價應該看多少 現在最近7.8元 又再創52週新高 高位見過7.9元 電煤的價格比較穩定 如果幾年前電煤的價格是海鮮價 今天又升 明天又升 後天又升 在那一分鐘 一種的電力股真是很可憐 燒煤的價格 例如一元的話 賣電就賣了7毛錢 燒一度就虧一度 所以國家不斷地補貼 現在這分鐘電煤價格相對比較穩定 就要看需求 事實上經濟回暖 電的需求一定是放大 我覺得由低位上來 我講的是6元 或者早前不用說 更加便宜 這一分鐘由6元上來 已經是30%的升幅 如果做好一點風險管理 也是對的 嚴格來說 如果問指賺位的話 我自己覺得 暫時可以放在7.5元左右 不跌穿7.5元問題不大 如果跌穿7.5元的話 理論上就要考慮需不需要指賺 你看到 這是一月初旬的價格 是6元多元錢 早前不用說更加便宜 10天線已經逐步向上走 如果你說7元左右買的話 如果放得太低指賺 跌落去賺也沒得賺 我覺得早前有個高位是7.4元 其實這應該是技術上的指賺位 不過我放高一點 放7.5元 比較貼一點的現價 你可以放高一點也沒所謂 總之一不對板跌穿了 如果你想賺了它 就賺了它算了 謝謝李小姐的電郵 除了902之外 去問1313華潤水泥 他自己是未買貨 想問郭Sir 建議買入價、目標價、指示價的點定 現在是5.03元 跌0.4元 問郭Sir 華潤水泥,水泥股 這次又怎樣看 不要說今天買明天要有錢賺 中線來說我始終看好的 成規會說了 如果你說真的落實了 那個城鎮化的發展 說投放的資金 拉動的金牌40萬億人民幣 基建也好房建也好 你都需要水泥 而水泥的生產原材料自己有 不需要入口 所以對水泥股的看法 我仍然沒有變 為此看好不變 不過股價經過一輪秋升 現在處於一個 深厚的技術上的回調當中 你提到如果這個價買 到底甚麼價指示好 我給你一個價格參考 是4.88元 這也是近期的低位 不跌穿問題就不是那麼大 初步暫時的少許阻力 應該是在大概5.2左右的水平 如果你說 技術上一突破5.2 情況就比較麻煩 暫時的看法都是這樣 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最好是中線少許持有 千萬不要保住 今天買明天走的心態 你看圖已經知道 一直以來 從11月到現在 都處於一個整固之中 其實整固了很久 近日來說 有一點點碰4.9的水平 4.88或4.9是一個技術上的指示位 現在尷尬的地方 剛剛好在10天2、10天線樓上 如果湧上去 突破5.2的話 輕輕放上5.3都可以 5.3是一個目標格 4.88是一個技術上的指示位 好 多謝李超席的電郵 再聽聽家庭觀眾的電話 好 位置是閻資生 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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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買資生信號 聽得不太清楚 我在9.7入的123公里 我想問一下 現在降了它 轉過去 會否呢 即是現在要買資生信號 你買資生信號 想說它算是90年 其實信號不太清楚 你會說大聲一點嗎 我想轉去其他內銀、內銀的公司股好不好 這個價位 好 問一下郭Sir 之前就可能沽了A50 可能有點利用在手 問一下郭Sir 現在轉馬 這個資金買些內銀、內險會不會是一個好選擇 當然是好 其實近期內銀雖然升了很多 但是來到現在這一刻 股值還是低 不過如果你說好像早前那樣 真是呼籲大家去買 跟現在已經升了25%到30% 如果現在這一刻買 如果遇到二月份有少許反覆的話 你可能要稍微等一等給少許耐性 如果自問是可以的話 問題真的不是那麼大 公行、建行、中行都可以買 如果受險股 中人壽或者最近上市的人保 我覺得都是可以 值得一個中線吸納 尤其中人壽更加不用說 早前A股沒有那麼高的時間 它已經是27.35% 現在A股已經創了一個新高 起碼是年紀以來的新高 暫時來說就是 應該不是年紀 距離2478點去年的高位 是100點都不到 但是 中人壽的股價 反而是 26元五仙座的水平 如果不介意的話 應該做一些中線的部署 是可以買的 順帶一提 下次打電話的時間 去一些空曠的地方 因為剛才可能有些雜音 我收得不太好 好嗎? 嚴先生 多謝電話 再聽一下會監評觀眾的電話 喂? 曾小姐 我是 兩位主持 你好 我那隻941 買了37.86多 現在怎樣部署呢? 你幾次買的 37.81 37.81 買了中堯定是嗎? 不是不是不是 914的安徽海浪 914 好 安徽海浪水泥 現在30元7毫半 再創52週高位 問問郭Sir 現在怎樣部署呢? 高台買了 在上一浪 沒有做風險管理 就比較可惜 不過過了算了 不再講了 這一分鐘的上升 你看一看 其實安徽海浪水泥 已經創了 是一年來的高位 為甚麼這樣呢? 因為承規會的 規劃的發展 很大程度上 要等到領導人換屆後正式公佈 而市場亦是預期 會有一個 穩定的 10年的一個 城鎮化的發展 要很多很多水泥 30多元買的 這麼辛苦都熬了 熬到19元都見過了 現在才慢慢慢慢走上來 就算現在你問我 安徽海浪可不可以買 我覺得中線都可以買 只不過現在買就買貴了 其實在20多元的時候 已經推介過很多次了 第一 我們 認為 水泥的未來需求 是會 持續增長的 有利於 一眾的水泥股向好 但這麼多隻水泥股 如果要買的 一定要選龍頭 所以我一直在分行推介 都是914 3323 還有 1313這三隻 有貨的 繼續拿著 當不知 我在低位的時候 再添加著 就比較可惜 這是真的 好嗎? 衛生小姐 我想問那隻 857 11個6號4買的 高位入 近期買的 還是再早前買? 買了很久 買了一年多 OK 終於 幾乎更加香 問一下郭Sir 現在是否繼續拿著 暫時拿著 因為油價已經上了97、98元一桶 我一直都認為油價會上了100元一桶 不是只需求放大那麼簡單 流動性的資金那麼充裕 錢走得去哪裡 要麼是商品、要麼是會市、要麼是股市 加上 如果你在經濟持續 均勢之下 有需求是會放大 油價回到100元一桶 其實也不是太難的一件事 但它11倍的市盈率估值也不算太貴 你只是看走勢 如果由低位一直滑上來 這是一個中期的上升軌 現在暫時來說 是有少許試頂的形態 一旦成功突破11.32 應該有機會 試回11.8到12元 因為估值還是低 就算你有下游的業務 但有成品、有機制 落實了 油價上升 對上游來說 是有利的 就算下游的業務 也不需要挨跪價有 始終可以有機制 保障下游的業務 整體來說 是利好的 如果 持續了一年多 一直挨下去 都沒有走 這分鐘我都認為你繼續等下去 不過順帶一提 2月初旬 可能市升得太急 高途會有少許反覆 不過不要緊 始終 都要看基本因素 是嗎 好嗎 郭先生回答家庭觀眾的電郵 郭先生問 郭先生問6500 中國高速傳動 大行被評級 沽受減遲 花期方面更加看 目標價是 2.4毫半 現在股價升了上來 現在是3.2毫升 升了1.8% 郭先生問 中國高速傳動 基本支持的因素 和前景是怎樣 他問現在入貨好嗎 郭先生早前發了刑警 所以大行看得差 現在是怎樣看 其實公司負責研究 設計 開發 製造 和分銷 廣泛應用於工業用途 上面的 各種機械的傳動設備 包括風力發電 和其他航天 石化等等 太多了 五一一去述 看往績市盈率 是6.6倍的市盈率 其實這個不算是太高的 近期來說的確有少少反覆 如果你看回整個走勢 有個低位 我講兩個多銀錢 升到四個多 升了兩元 即是升了80% 升了80%的股份 有少少回套 有甚麼出奇 不回套才不正常 現在這一刻 落到大概3.2毫 或者3.2左右 剛剛好 在50天線 正在水平 看到嗎 跌到50天線 一天斷定了 第二天升 第三天又升 暫時來說 這是屬於一個 升後的正常調整 嚴格來說 不跌穿50天線 問題不大 你看過去的歷史 曾經跌穿50天線 但一直 在50天線之間穿梭 沒有跌跌 跌到50天線 離航離勒 完全沒有 因為估值不算高 大行 有些報告看得比較保守 但我中性 我不是看得太好 不過 未至於那麼膽 短期來說 只要穿50天線 有機會試 3.5到3.6 不過老實說 上一陣升勢太明顯 一定要等 一個 季度的業績 出來 到底 你是不是真的那麼正 如果業績 是好 不過不是那麼好 你估計行得太快 老老實實 回一回有甚麼出奇 暫時來說 都是一個健康的 謝謝郭Sir 感謝這位家庭觀眾的電郵 問關於 6500的中國高速傳動 節目時間都差不多了 麻煩郭Sir也要申報一下 剛剛提到的股份 你有沒有持有 沒有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那節就是我們 全日總結的環節 再和大家看看 今天港股收市 和有甚麼焦點辦法 值得大家留意 稍後再見